字幕志愿者 word.com 字幕志愿者 订阅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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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视频吴佩夫元旗述2 时间营光幕 见到吴佩夫师傅 大家好 师傅,今天我们想讲一些宏观一点的话题 我们陆景的时间是2024年1月27日 这一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 一直都发生了一段时间 股市真是吓死人 连香港的股市也吓死人 跌破了15000点 大家抱着一起跌 有些人是开玩笑的,攬炒 所以这一集我想问你 2024年1月好像还未正式踏入2024年 还未过立春 在玄学上有没有解释呢? 坊间有些人说 因为2023年和2024年推背图的黑套走入青龙月 全部东西都会有新的秩序或议仗会产生 我不知道了 所以今集想请教你 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赞好我们的影片 同时留言支持我们 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焦点FMTV 焦点是一个推广知识共享的众艺网络平台 你绝对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网站专业连结和联络方法 还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货 记住名额有限把握机会 《乌兔走入青龙月》 就在推背图里面出的这句说话 但是我们去看 因为现在我们是八云尾就上九云了 其实来说都是叫云与云之间 云与云之间 当然升跌是大一点的 升跌大一点的 还有这个时候是多时之秋的 还有2023年我们的立春八字是这样的 是 23年 因为这个23年的立春八字 本来说贵水是窃得很厉害的 其实来说是一种叫做松甲 一种松甲 也是一种很极端的格局来的 这个叫松移甲 很极端 还有贵卖年也是有一种分裂 而且木这么盛对于地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其实来说 因为木本来是制土的 是 本来是制土的 还有你股市本来说 我们是看水的 可以用水来看的 现在来说水林大地 所以流股都是两败的 流股两败 而刚刚好这个月 越丑越 十月越丑越 本来说 他下面 自丑就暗合金局的 对于他的八字来说 他用神都是受克制的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用神受克制 因为他的八字 他的木就不能够犯的 他现在来说 金黑木就叫做犯王 一犯王 就是说 根本你不可以动他 一动他 本来他就会爆 这个意思 而且一犯王 他原先 那个势是顺利的 但是因为你 尤其是 想干预他的话 就是用金去克制的那些木 如果你用行政手段 或者想干预市场 就一定有一种 祸事出 或者是一种 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会出现 所以就叫做犯王 就是说不到你管的 其实来说 你不是说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管得到自由经济 你明白吗? 现在来说他的木这么盛 就是说 那个市场 大市场 其实是全世界的 市场 对不对? 你全世界看着你中国的 也有外资 对不对? 而你一个人 你想去犯王 挑战所有外资 所有的力量 经济市场 你哪有可能 你明白吗? 这个就叫做犯王 他犯王就出事了 所以就大跌了 所以这个月来说 看立春八字 其实来说都是 看到一些端倪出来 看到端倪出来 只要推背图 他的说法是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来说 我个人觉得 在立春八字已经是看到的 是 OK 但是坊间也有说 好像全 这个大陆就将会放水 二万三千亿托市 那未来2024年 会不会有好异象 会产生呢? 我这么说 我觉得杯水车身 未必有用 当然是好一点的 从一开始来说 但是你二万三千亿 在一个大市场去看 好像胡椒粉那样 你整棵粥 你审那两审 胡椒粉那样就没有了 你明不明 你未必会扭转到乾坤 尤其是 我们看回2024年立春八字 本身来说 四柱都是天吏地冲 是吧? 多是知秋 似乎来说2024年 比2023年的形势更加严峻 更加严峻 还有来说 我个人看法 为什么乌吐走入青龙月 会有些问题呢? 龙本身是代表王权 代表是政府王权 他夹神 这个就是 二四年了 他本身来说 他夹神 上面来说的甲木 好像一个钉 钉住了个笼 你明白吗? 其实来说 是很有问题的 对于政府来说 对于政府来说是很有问题的 对于权威来说很有问题的 所以说是多是知秋 不是那么容易 你说丢两万亿就已经搞到个事了 对吧? 喂 其中一个企业 欠的钱也不止两万亿了 是 我说内地 是吧? 其中一个企业 是吧? 都不止两万亿了 是 欠的债 是吧? 那你就等于胡椒粉 那麽就损了 那麽就损了 是 我觉得也不是那麽看好 所以说 我奉劝大家 在股票市场上面 找钱不是那麽容易的 反而脚踏实地 就是打份工 脚踏实地 居安施危 步步为刑那麽过 二四年 话说是农年而已 其实就未必是那麽好 嗯 农之中 他夹神 就等于像钉那麽制裂了一条龙 其实不是那麽好 同时是说 他架木制裂了一条龙 即是等于土地产 都是有问题的 地产都有问题 就是喂 还未跌得够深 哦 这样 是吧? 还未跌得够深 嗯 尤其是内地 因为为什麽呢? 我们立春八字 或者是 我们用八字去推算 我们始终是以立极 在中央呢 是中国大陆 为中央的 嗯 明白吗? 就是所有华人地区 跟着是四方八道 但是香港呢 香港的形势是好一点的 香港的形势会好一点的 好过二三年的 即是二四年 经济会好一点 但是因为呢 始终来说八字都是多事之秋的 嗯 而食伤会出事呢 因为看回它呢 食伤会出事 食伤就等于垃圾 你明白吗? 食伤升的 其实来说呢 也是等于垃圾的 所以呢 刚刚香港呢 在这个二四年呢 搞这个垃圾征费 垃圾征费呢 是 是很大件的 嗯 我觉得会搞到很乱了 是 就是民生啊 或者是社会啊 就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矛盾 这样出现的 因为就是食伤的问题 因为就是食伤的问题 哦 食伤出事 嗯 食伤有时候就是说垃圾 或者是识便 这种情况 因为我生出来 因为生出来的意思 是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肥妈都出声了 哈哈哈 肥妈出声一定有古怪 哈哈哈 哈哈哈 一定有古怪 一定有古怪 是的 我们一定要听 是的 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 有很多做生意呢 就是因为经济已经够差了嘛 那你再搞些什么垃圾 征费呢 他每个月呢 都真的 两三千的 有些 是 同时说 他的袋子是很有问题的 我听说 可以代榴莲壳 代不了 很容易破坏 又分解不了 不过这些留下 立法会的那些议员是什么 是 慢慢谈 不过都没得谈的了 全部都一定是通过的 是 是 没错 小市民 就是说那句了 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 破财党灾 香港可能是破财党灾 当是 洗一下钱 这样 破财党灾 或者抄财多些 是 但是也不至于说有很大疫情 不至于真的有人命伤亡太多 这样的意思 其他地方难说 嗯 OK 当然了 都是说那句 刚才已经提醒了大家 股市和楼市都要小心一点 大家自己自行去分析这个风险 好吗? 下一集我们再跟吴贝夫师傅 讲讲其他原何风水上的话题 好 拜拜 拜拜 好 这个我想讲一讲的就是 最近传了一个香港大富豪的那个 这个很有趣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呼应到 你之前所说的 表面风光 嗯 是啊 里面其实就没什么帮助 是啊 回归百次 是啊 好 这个 短短的 好 准备 焦点视频 吴贝夫 完其朔二的时间营光幕 见到吴贝夫师傅 大家好 师傅 今天我们录影这个时间 是1月27日 播放会隔一两个星期 最近因为有一宗新闻 就说 喂 这个尖冬 尖沙咀那边 就是有一个财团 就用每个月 不知一百一十万 还是一百四十万 就说要重现大富豪 一说大富豪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圣极一时 当年一个夜总会 是吧 喂 我们经常听到 现在我们的特首 李家超先生 他说要夜宾婚 大家就联想到了 原来夜宾婚 不是妙街 原来真正夜宾婚 是大富豪 所以 我想请教一下你 首先 第一 有什么意象 是又会看到 如果说这么有趣的 原来我们2024年 跟这些夜宾婚 又扯上关系了 那这个夜宾婚 又真不真正帮到手呢? 嗯 我个人看法 就未必帮到香港经济很多 是 因为香港回归百祭去看 他本身来说 日元是甲臣的 嗯 而今年来说 2024年也是甲臣的 那就是 有一种叫做 军臣相会 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也是叫做表面风光的 表面风光 是的 就是会有些旗逢 那今年来说 香港的云表面上是好的 但是就 粉色太平 或者叫做 我们本身是 内循环外衰 这样的 就是 航水滚航鱼 是 就未必 因为呢 他是神神自刑的 他见到甲臣 神神自刑 自刑呢 就是说 叫做 糖水滚糖鱼而已 自己消费自己的意思而已 是的 自己消费自己 那么 当然 有一小撮的人 就当然是很开心的 就是大富豪就很开心 嗯 这些小市民 关我们什么事才行的 对不对 是 对吧 你两三千一个人的 坐下 八千一瓶酒 哪有那么容易喝到 就是了 就是了 是吧 如果是可以的 还有我知道你这样的消费 我都不进去 大哥 你真是当我傻了吗 三十八元四颗鱼弹 难道我又去了 对不对 没错了 喂 大哥 你那些小姐那些 是天资国色 是吧 但是坐一坐都不少钱的嘛 对不对 你怎么够大陆啊 内地那些便宜啊 是吧 招远了 如果是可以的话 蓝桂芳也生意很好 是吧 要不然这两年这样叫救命 是呀 你又说得对 对不对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蓝桂芳也得了 怎么会叫救命啊 蓝桂芳比你漂亮 有鬼妹在那里 没错了 你大富豪 你还几十年前 对不对 是 就是钟祝雄 张曼玉 林星霞那些 你不是从内地输入 对不对 我这些就不知道了 我还没去过 哈哈哈哈 你这样给了个位置 没错了 这些你去过 我不知道 我也是听回来的 我觉得就没什么用 就是叫做 好像好 就是经济好像好了 但是实际来说 民生有什么帮助 嗯 我觉得就没什么帮助 又是表面风光 就是这样说 我们正常一般市民 说得难听些 你810,041个月 你都想象到你的生意额要做到多少才行 我再想说 军神庆回夹神嘛 夹神奉夹神嘛 即是说 皇帝很关注你 是 是吧 就是说 权力中心很关注你 那又要小心一点 其实不是那么好的事 是吧 警察很关注你 你死不死 是 是吧 就是抄牌抄到你没命 对不对 每一样东西都很关注你 扔垃圾很关注你 是吧 每一样东西都关注你 那你哪有好运行 是 两样开一次灯 是吧 哪有运行啊 每一样东西都管住你 是吧 即是说 皇帝每一样东西管住你 你哪有运行啊 嗯 他好像做了很多政策 帮你 不是 你要跟他的政策 你都会投行 嗯 你都会投云的 明白吗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所以来说呢 就是你说喂 阿比加超有看到我们说话的话 唐弱啊 是 你叫警察报抄牌 不要抄那么厉害 你就好过了 你想那个市王 是吧 你抄牌抄得太紧要了 我觉得 就是我们驾车 我们知道 是 抄不得只要 还要勾车 勾车而已 拖你的车走 哦 哇 他一天可以某区抄千多二千张牌 你看看报纸日子 是 每个星期一都抄牌一 哦 抄得很厉害 好像来人公事 当然啦 拍照就只有你 而且因为香港的车位已经缺少 有很多银食车司机 即是你的的士司机也是 就是我听说 我有时候乘的士 那些的士司机都说 喂 半夜三间三四点钟都走 就特意去抄牌 啊 人家不用睡觉吗 是 是 以前也有些走啊鸡 吊脚也吐气 是吧 这样找不到吃的 还有很多人呢 我们都会啦 就是抄牌抄这么紧要 哎 都是无谓啦 宁愿呢 马外卖回家算 嗯 没什么心机的 你去哪里而已 是 以前拍下车 吃顿饭 那样很简单的嘛 是吧 不要赶到这么拙 这样经济就会好了 真的 这样就真是纷纷了 是 我觉得就是 你多少大富豪都没用 是 那倒是啊 真是 这个真是 希望大家 众志诚诚 给一些说话 给政府听一下 OK 为市民所需 这个都是 我们爱国的 广东名 没错 OK 那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们再跟师傅 又谈其他一些 原口风水上的问题 好 拜拜 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赞好我们的影片 同时留言支持我们 最紧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焦点FMTV 焦点是一个推广知识共享的众艺网络平台 你绝对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网站专页连结和联络方法 还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货 记得名额有限 把握机会